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台湾新车市场非常重要 可以说是一级的战区 这个集聚 那过去名列前茅 这个销售比较好的几款车 大家熟悉的应该有像是 Toyota的RAV4 Honda的CRV 以及福特的KUGA 这几款车型 那其中如果说到 Mazda的CX-5这台车 其实在前几年 其实它也有一段时间 卖的都是名列前茅 很不错的成绩 但后来因为它可能 出来时间有一段了 然后它比较缺乏一些 大幅度的小改款 当然它过程中是有新年式的变更 但外观内装老实说 没有太大的变更 但它最近终于推出了全新 2022年式的小改款 那不论在外观内装 造型配备上有一些异动之外 它甚至在车系编程 动力的配置上 也有非常不同的一些进化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 全新的CX-5 它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这一次CX-5的改款 你如果把它全新的 Catalog行录拿出来看 它一共有七个车系编程 那基本上可以拆成两种的动力 那过去CX-5改款之前 它是有2.0跟2.5的汽油自然进气 四缸的引擎 那这一次最大的差异就是 它除了过去的2.0的四缸汽油之外 它把2.5的自然进气改成了全新的2.5T 也就是涡轮增压的动力 那七个车系编程 其中有两个是属于受定生产 不是长饭的事情 我们今天就不做介绍 但是还是会有表格资讯给大家参考 那基本上如果是2.0的话 它的长饭车型分成Carbon Edition Carbon Edition Plus 以及顶硅的叫做Premium 那2.0目前我们的媒体 还没有被安排到试驾 那今天第一批的公办 都是先以 它们全新的2.5T的车型来试驾 那它这一次除了车系编程动力的调整之外 在车系命名上 前面我们也跟大家补充一下 以往它都是用一些中文名称来命名 那这次都改为了20S 代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0的汽油 那今天的2.5T它就是用25T 那说到这样的动力的版本的部分 它里面的编程则会有分成不同的 除了有一个受住生产之外 中阶的它叫做Sport Edition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 目前全部7个车系里面的顶硅 它叫Signature 它不仅是2.5T新的动力 它也是唯一的AWD的四轮传动 所以它的售价也是最顶级的 它是148.9万 接着我们就来看这次改款 在外观车头的部分有哪些差异 最主要在家族的水箱护照的部分 基本上轮廓看起来没变 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细节有一些进化 它采用了比较立体的一些网格状 相较于改款前 那最明显的是在它的周边 我们讲的这个水箱护照 镀铬的式框的部分 马自达它们叫做混动之翼 就是这个框 那如果以改款前来说 它会延伸的比较往头灯的下缘走 也就是差不多做到这个位置 那这一次改款后它把它内缩了 所以它这边就会变得比较宽幅一些 所以整体看起来我觉得 跟之前有蛮大的差异 那也随着这一段的改变 它的头灯也做了一些造型的调整 那里面的话 如果你开启LED日行灯的话 你会发现这一次最主要 会多了两个双L型 WL的LED日行灯 那整个车头正面看过去 它会往车的两侧去做 外观的外扩的视觉效果 所以看起来会让整个车头 更沉稳一些 你看它保感的原本改款前的一些折线纹理 在这一次就变得更圆滑 变平顺 就少了一些线条 那Signature的车型相较于中阶的 Sport Edition最大的差异 像我们刚刚讲的魂动之一 或者是在保感的下面的这一段 Signature的部分 基本上保持原本的镀铬的这个 路口的效果 那保感包含我们等一下看到了 车侧的环车事板一直到车尾 还有轮拱它都是用车身同色的设计 那其实今天在试车的这个 这个简报现场 它也展示了一台Sport Edition 它的概念就是比较顾名思义 更运动热血化的一些诉求 它在我们刚刚讲的不论是 前后保感啦 或者是在车侧轮拱的部位 甚至照后镜都会多一些 缩黑色的这种黑化的套件 看起来就比较运动感一些 那Sport Edition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在水箱护照 你正面很好辨别 它在这边又多了一个 红色的点缀的专属的Logo 那马自达说它这个颜色 红色跟它车色的经验混动红是不一样 它是像他们当年MX5 就是Miyata这个第一代的原厂的标准红 来做一个复刻的致敬 再来看到车侧的部分 它改款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基本上从上到下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顶柜车型它上面有一个 双开启模式的天窗 算是一个标准尺寸的 然后再来看到窗框的下缘 它可以看到有镀铬的 以及吸柱这边都有一些失调的点缀 照后镜跟车身同色 然后下面也会发现左右都有镜头 所以代表它是有360度的环景的显影 那我们刚才车头其实有介绍 Signature最大就是在前后保感 轮拱车群这边试板 都是车身同色的 我想有些观众可能买SUV 他们不大喜欢有太多的防刮材质 那我觉得这台车应该就会迎合 这种消费者的口味喜好 然后再来看到尺码的部分 它依旧是维持中型修旅常见的 4米5左右的车长 然后轴距是2700mm 那胎圈的配置上 不论是2.0或2.5 它基本上残范这些都是用19寸 那今天Signature它配的是225 55 19 它是头右R46A的轮胎 然后铝圈的设计呢 2.5跟2.0有不同的造型设计 那不论是2.5的Sport Edition 或是这些Signature 它都是所谓的新芒的分割式 它有一些粗细的差异 基本上是这样的造型 但Signature采用的是亮影 如果是Sport Edition 就换成了塑黑的涂装 再来看到车尾的部分 我觉得它基本上这次改款 算是跟车头有一个前后呼应 最主要就是在灯具部分 它除了是熏黑的灯具之外 那里面一样跟车头也有所谓的LED 双L的一个视觉效果 将它过去改款 原本是这种双圆形的造型 做了一个蛮大的变化 那再来看到一些智慧 CS5然后AWD 顶规的车型 再靠右边的话则有 它搭载动力 依旧是用Sky Elite G的命名 但是它是2.5的排气量 涡轮增压 那再来看到同色的部分 刚刚讲前保感 那后保感其实意思都一样 但它也是在最下缘的地方 保留了一点防刮材质 黑色的涂装 那在排气管的配置部分 不论是Sport Edition 或是Signature 都是用比较运动跑格风 口径比较大的左右双边 各单出的造型 那再来看到休旅车 大家很重视的 电尾箱的主体感应的 相关功能设计部分 这次改款 它有一个蛮特别的设计 它常常我们过去 在试主体感应的时候 如果今天不是车主本人 它可能会抓不准 到底要踢这边 踢那边 踢哪边 那它直接设计师告诉你 就是踢这边 那钥匙在我口袋里 那我踢一下感应到了 蛮灵敏的 它就打开了 看起来它的速度 跟开启的高度 我觉得设计 以我身高来说 都算蛮合一的 打开以后 我们会看到它的行李箱空间 因为我们今天试车 资料并没有实际的数据 但我觉得从视觉上看起来 它跟改款鞋 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异 都算是蛮深蛮宽 开口也蛮大 蛮够用的 那这次有一些新的设计理念 我觉得蛮聪明 原厂说它就是 设计有点像我们家中 浴室所谓的干湿分离的概念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 行李箱杖板的部分 它这一面是有一些 直毛的材质 这样可以看得出来 但基本上这一块 跟里面那一块 是两块独立分开设计 像我这一块可以拿出来 但所谓的干湿分离 就是你翻过来以后 你会看到它这一面都是防水的 塑胶的材质 那其实拿出来以后 你看到下面的这个地方 那以往在Mazda车 有一些可能会有什么 BOSE音响啦 会放在这个空间牺牲掉 或是备胎等等 那这一次它全部都用打气机 补胎剂的机构 在里面取代之后 这一块空间 其实我觉得 看起来可以塞蛮多的杂物 也就是说我觉得 我推测它的行李箱空间 应该有比改款前 再微幅增加一些 那说到这样的干湿分离设计 最主要的用意 我相信很多买休旅车的 家用也好 你带了小孩去玩 溪中溯溪玩水游泳 或者是你去潜水上来 有一些湿大大的东西 可以直接往下丢 然后它的杖板 你也可以有一些抽屉的概念 往下收一点 可以推进去 或者是你要在收纳东西的时候 把板子立起来 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也真的是 蛮聪明的一个设计 那除此之外呢 它在后座的一个扩充量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透过 两边都有快捷的前景收纳 你把它拉一下 这样很聪明便利的功能 就有一个很平整的行李箱空间 可以让你运用 好我们再来看到车室内装的部分 那其实马自达向来在内装整个的 质感以及设计感的营造 也都是非常有一套 那这一次CX5的小改款做进来 我觉得基本上的感受 而且今天又是SIGNATURE 最顶规的车型 依旧有他们过去这样的一个豪华 以及质感的氛围的营造 那基本上仪表台T字部位 大部分上面都是软质的塑料 然后有很有细致的缝线的做工 那SIGNATURE版配的是石木的饰板 当然它还是在空调周边 仪表台上有一些 镀铬的一个银色的饰框 一直延伸到门板的周边 都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次 层次纹理的设计 再来在内装配色的部分 基本上它是黑车顶 然后在一些皮质的部分 这台车的内装配了NAPA的皮椅 它也是采用比较偏深棕色的设计 那讲到椅子的部分 今天SIGNATURE它是NAPA皮椅之外 前面的第一排的两张座椅 都有电条的相关功能 那在我驾驶座的这边 还有两组的记忆 那说到通风加热的话 它其实也是维持跟过去一样 有它们马自达的这种导流式的 通风的功能 没有加热的功能 那做起来我觉得是 算满支撑性不错 但不会太薄 然后再来看到驾驶界面 它三辅式的方向板 一样是四项的手动调整 后面有小小的换挡拨片 然后在操控界面的上 没有太大的差异 主要在右半部它的主安配备 有CTS相关的功能 然后再来看到前方的仪表部分 它是7吋的数位仪表 在中间时速显示的部分 包含它里面有相关的一些 资讯切换、行车里程、主安配备 或是Trip A、Trip V等等之外 它在仪表的左右两侧 还有所谓的平均油耗 以及油量都是用数位显示 那在整个仪表做的最外面的两侧双环 不论是左边转速或右边的上面水温 下面油量 则是用传统的指针式的显示 那在仪表上面往前挡看 也可以看到 它有投射式的抬头显示器 再来看到中控主机的部分 这次小改款 它依旧是采用8吋的螢幕 触控式的配置 那其实现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我已经把我的手机 透过它们这次的配备 无线的Apple CarPlay 已经连接到我的手机了 那如果是Android Auto的话 目前还是要透过连线的装置 是在这个位置要接线的 再看到主机的功能面的话 其实就是一般基本的音响音源之外 那我连了Apple CarPlay 也就有Google Map可以使用 原厂 如果你要原厂的导航 是要另外加价 选配架装的 那在音响的配置 这台车也有BOSE的十字喇叭 好 那再往下看 它的空调的出风口 这边的部位 都没有太大的变动 然后这边的前面 雙区的横温空调 都采用实体的按键 然后它置物空间的旁边 可以看到它有QI无线充电 它有一些比较特别设计的地方 给大家参考 它除了有一般on off可以切换 启动电源的开关之外 它在你使用的情境 也有一些限制 你必须四个门都关起来 车辆不发动 譬如我们现在在录影 这边门是开的 不好意思 它这边是不能做QI的充电示范 那如果你门确定关起来以后 实际放下去 电on以后 它会开始有不同的灯号的显示 基本上它有橘色跟绿色 那又分成衡量跟闪烁 依照你的电池的状态 它会有一半跟快速的充电 这一点设计 我觉得还算蛮特别的 好那再来看到它在排挡座周边的部分 基本上它还是维持原本的 Sky Active Drive 六速的AT手自排 后面有波片在这边 然后在左边 你也可以排到左边 有加减的手自排的换挡模式 那在Drive Mode的部分 这次新年式的变更 它叫Mi Drive 也就是Mazda Intelligence 一个智慧的驾驶模式 除了原本的Normal Sport之外 今天AWD的Signature 顶规车型 又多了一个所谓的 Off-Road模式 增强在一些路面对应 循迹的反应上 有更强的一个 非布装路面的对应功能 再来看到它在排挡下方 依旧维持不变 有马自打他们家 LED可内的实体的音响音源 然后包含这个选台 音量的调整的波纽之外 电子手搭车 Auto Hold 两个置杯架 桌上扶手看起来不大大 然后打开以后 上面有一个零千盒 下面也有一个 不算太大的置物空间 里面也有蛮多的USB 以及电源座 再来看后座的车室空间部分 虽然这支是小改款 它在规格容量上 没有太大差异 还是帮大家来复习一下 前面我180公分的坐姿 现在我坐后座 西部一个拳头 头部 因为它天窗只有前半部 所以头部也算蛮余裕的 然后视野窗户的开度 我觉得都算蛮适中 视野还算不错 那前面我一直在讲 它这个内装的质感 也都完整的延续到了 后座的门板这边 也有收纳的功能 好 那再来看到乘坐的 这个后座座椅的部分 依旧是NAPA深棕色的材质 左右两侧都有一些突起 所以我的大腿的支撑度 看得出来是还蛮舒适好做的 支撑度是够的 然后在后面有三个独立头枕 左右都有ISOFIX 那中央扶手放下来看一下 把它拉下来 有两个置杯架 然后这边有一个缝 可以把我的手机正好放在这边 或者是这边还有一些收纳的空间 也可以放这 然后它依旧在靠里面这个位置 也有后座乘客专属的USB插孔 好 那再来看到后座的出风口 在这边也有 那其他充电都在我们这边刚刚介绍过 接着我们就来试驾咯 今天我们试驾的全新CX-5 它的25T AWD Signature车型 最大的差异就是在我们刚刚有介绍它的动力编程 采用了全新的2.5升涡轮增压直列四缸的汽油动力 最大马力原厂公布可以达到230匹 最大扭力42.8公斤米 它会比现在新年市的2.0大概是165匹左右 足足多了将近70匹的动力 那如果要跟改款前的2.5的自然进气 也有190出头P吧 所以它也多了340匹的马力 那变速箱依旧是Skyative Drive 6AT的 手自排的传输系统 那车重因为我们今天的试车资料上是显示 海淡能源的法规 油耗车之中还没有正式公布它的空车重 但我查了一下改款前的2.5NA的时候 AWD它的车重1640多公斤 那今天换上了涡轮增压 我觉得应该会再增加一些吧 那整体开起来的感受上 哇我觉得2.5T果然是不负众望 在动力的爽度、饱足度 以及源源不绝的加速力道上 表现当然都比原本的2.5NA来的明显好了很多 尽管它今天是AWD四轮传动 我觉得从它在市区起步到现在我们上了高架道路 这个起步的油门的反应、饱足度 以往可能要踩到2.4或2.3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加速感 现在只要1.4的油门 其实就很明显的一个起步力道 那上到现在高架的速度 大概在70-80的均速左右 那我们还是在Driver Mode Normal的情况下 它的7吋仪表是标准的Normal正常模式 就是白色的相关数据的显示 那如果你把它推到Sport模式 象征的就是红色的热血化之后 稍微油门维持一定的程度 大家很快就很敏感 它就帮我做了退档的动作 进入Sport Mode以后 你就可以很畅快地享受 全新230匹的最大马力 一小段路 你大概就从80加速到100 那我相信你这样的2.5升的排气量 当然啦 排气量的这个粘角的税负上 稍微多一点 你是比较享受动感 操控的驾驶的这样的车主 或者是你家的人口数 平常出去通常都要到2到3个 3到4个人 甚至满载5人的状态 但2.5温轮的动力 我觉得就不会让你失望 其实我觉得CS5 在2.0升的自然进气的动力 以一般的车主其实使用上 也绝对是够用 当然不会有今天来的这么的 动感运动风 但我觉得如果是以代步车的角度 来使用的话 也是主夫使用 那我也蛮期待 接下来在3月的时候 我们再来试驾 小改款的20S的系列车型 在底盘的配置设计部分 基本上它没有做太大的调整 那马兹达他们家的底盘设计 就是马前麦花城 后多连杆的基础之下 它有2.25 5.5.5.19 头右的R46A的胎圈 我觉得整体的竞速性 包含车辆的NVH工程 整体搭配下来 行路的竞速性以及舒适的质感 都有兼顾到非常不错 而马兹达他们强调了 除了有操控部分的人马一体 随心所欲畅快淋漓的这样的一个 操控感受之外 他们向来也是走一个整合的概念 包含像是我们刚刚讲的 NVH的车内的降噪工程 以及底盘的刚性结构的设计 以及悬吊结构 甚至最直接回到我们乘客 驾驶者身体反应的这个座椅的泡棉 里面内部的骨架等等的一个整体的 他们叫做Sky Active Vehicle Architecture 一个完整的调和的概念 你在这一次的CS5的小改款上 你也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感受 那这台车我们刚刚有讲 它有BOSE的十支喇叭 我们来听一小段我的Apple CarPlay 我觉得在很好的车身的倾诉性之下 然后有BOSE的音响 我相信这套系统对于一般的车主来说 已经算是很享受的一个基本的配置了 在市区这样微微一段 红灯起步小小的加速 在Sport Mode情况下都是非常轻松好开的 那如果今天你遇到比较不良的路面 非服装路面 你去露营或是到山上 你可以把Gyrent Mode 再切到Offroad Mode以后 它的仪表会变成偏这种土黄色之后 它是借由把车上的循迹辅助 有更高速的一个速度对应 然后让它的循迹防滑扭力的分配更敏锐 Range更大 也就是让你在整个车辆移动的过程中 有一个更好的循迹防滑以及抓地的路面感受 那在ADAS主安配备的部分 这一次新年是CS5 除了原有的像MRCC 全速域的定速定居自动更车之外 我们刚刚在车内有讲 如果这时候我们设定 启动它的定速功能 到现在我们高架大概可以开到 60左右 那如果你再按下这个方向盘键 它就有所谓的CTS 就是已经进化到了全速域 原本只有低速域可以用 那全速域的这个巡航模式的车道维持辅助 就加上MRCC的自动更车之后 就可以实现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 我们来感受一下全速域的 现在速度是60 那这时候其实旁边有 既然车经过它从HUD甚至车内 都有听到它的盲点 甚至这个盲点的影像在提醒我 那这个做动感受 两边的虚线也都是实线 表示它现在这个CAMERA 是有抓到两边的实线 然后再做CTS的巡航模式的车道维持辅助 感觉我的人是在这个车道的中间 但车基本上会比较偏右一点 它还是有在微幅的修正 我们还是要随时保持 HUD已经在提醒我要抓方向盘了 好现在抓回去 那如果今天在标线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 它就会照前车的动态路线去做跟车的循迹动作 那除此之外 马自达的安全配备也算是非常完整的 基本的前方跟后方的 这个碰撞玉顶的沙停 以及盲点 RCTA 驾驶皮疗警示 等等的 这一套系统都是非常完备的 这一次在试驾完 22年式的CS5 这次小改款 挺规车型之后 都让我感受到这一次的小改款 其实还蛮有感的 包含像是我们刚刚测试的 AIDA系统的精进 然后以及在行路质感的感受上 又叫改款前来的更为进化 那当然2.5T这个动力是新到台湾 在CS5的这个编程上 那之前在他们的CS9 也有这样的动力配置 除了CS5这次新年式的发表之外 它在发表会上也特别预告 在今年3月也开会接单 就是Mazda 3 他们的这个当家的房车先辈车款 会开始开放E Skyactiv-X 就是第一个全世界量产的 采用柴油车的压燃点火原理的汽油的引擎 然后又挂上了24V的Mile Hybrid 实现了柴油跟汽油的优点 也就是节能性能兼顾全新的动力 这就是我刚刚讲 Mazda他们不会马上 在现在大家一片进化 往朝电化Electrify的目标中 大家一直在推出最新的能源 新能源的车辆 但是Mazda当然它也有电能化的车款 但是在原有的汽油动力上 马三它就来了一个E Skyactiv-X 这跟其他车厂在一些动力的进化车辆上 是蛮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就期待接下来3月 我们再来开开看2.02 就是20S Carbon Edition 或是Carbon Edition Plus 或是Premium 其中车型的相关试驾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还是要请大家支持我们车水马龙的频道 帮我们订阅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近的这个订户的增加速度 有稍微减弱 请大家多多帮忙咯 谢谢大家 拜拜